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讲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 芝麻要为大家讲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它的名字叫做绿宝宝 麦先生家的田地里出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 就在下水管道的出水口田地的边缘 早上忽然发现有一堆绿色的植物 在植物的上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小宝宝 它没有哭 也没有笑 就这样瞪大眼睛 看着麦先生好像在说 先生 请带我回家吧 麦先生想 这会不会是一个惊喜 也许我真的能把它带回家呢 于是麦先生就抱着绿宝宝回到了家里 麦太太看到了绿宝宝就问了 哎呀 这是哪儿带回来的 麦先生说 就是在野花开放的田地里啊 麦太太说 那这个小东西是属于那里的 应该留在那儿啊 因为它本来就属于野地 可麦先生不忍心 于是就把绿宝宝留在了家里 养了起来 因为宝宝它不是一样东西 想退就能退回去的 捡回来了 你就得收留它 不论对或者不对 麦先生 麦太太 其实也没有反悔的机会 于是绿宝宝就这样 住在了麦先生的家里 可是麦先生忽然发现 养孩子或者说养普通孩子的方法 在绿宝宝身上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个小宝宝跟我们人类不太一样 它不喝奶 也不吃饭 养它就像是养植物一样 或者说得像浇灌蔬菜一样 得浇水 得施肥 他们把绿宝宝养在了一个花盆里 然后在绿宝宝的身上 盖上了很多的土 还要往里面不断地浇水 哎呀 这样养一个小宝宝 是不是很奇怪呢 天黑的时候啊 麦先生说了 哦 咱们不能把它丢在外面吧 要是它能自己选择 我想它也会选择留在屋里 这样会比较安全 麦太太说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但是它不应该留在这里 明天早上咱们还是把这个小怪物 扔出去吧 要不然 老麦 我跟你没完没了 麦先生的压力好大 等到第二天早上 这个小家伙让麦先生的家里 完全变了样 屋子里到处都是西瓜 到处都是胡萝卜 到处都是苹果 到处都是茄子 到处都是西红柿 沙发上 客厅里 卧室的床上 哪儿 都是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麦太太疯了 她开始唠叨 她问麦先生 老头子 这要我们怎么做早餐呢 麦先生很淡定 他说 别着急 别担心 你看 这里遍地 不都是早餐吗 这些瓜果蔬菜 看上去不是很新鲜吗 麦太太很无奈 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想躺一躺 麦太太很无奈 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想躺一躺 没想到 她的想法又泡了汤 沙发上 全是水果 有水蜜桃 还有西兰花 还有哈米瓜 麦太太哭了 她说 老头子 我想看电视剧 但我不能坐在 哈米瓜上看吧 把哈米瓜做烂了 怎么办 麦先生说 不如我们不看电视剧了 我们就看看 这些水果蔬菜 是怎么生长的吧 麦太太没有办法 她想开车 她想开车 逃离这个家 可是 她一进汽车发现 汽车座椅上 方向盘里 后备箱 全都长满了野草 长满了鲜花 长满了蔬菜 麦太太说 哎呀 怎么办呢 这样我怎么去超市买东西啊 麦先生说 你看 我们这里有了这么多的瓜果蔬菜 还需要买什么东西呢 嗯 我们家的苹果 你看 现在比金币还多呢 咱们的餐盘 哪还盛得下更多的东西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 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了 麦太太说 泡在蜜罐里 难道你是一只老蜜蜂啊 嗯 麦先生 现在什么话都不说 但在麦太太的眼里 她就像是一只蜜蜂一样 嗡嗡嗡叫个不停 好烦啊 麦太太说 我要打电话 来找人 给老麦 给你 看看病 可没想到 电话 也被青草 给占据了 绕住了所有的电话线 麦太太 饭也没吃 茶也没喝 就回到了卧室 怒涕冲冲地上了床 不管旁边是胡萝卜 还是西红柿 她在想 到底是什么 在夜里一直稀里哗啦的呢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非要一直 待在这样一个地方呢 第二天的黎明 刺耳的刹车声 把麦太太吵醒了 外面啊 又吵又闹 爬满铁轨的葡萄藤 阻碍了乘客们的交通 啊 铁路也不能走了 火车不能开了 因为铁轨上 到处都是各种植物 各种瓜果蔬菜 让这个笨蛋离开 人群中 很多人在叫喊 他把我们原来的生活 搞得一团糟 为了好好过日子 要赶快把蔬菜扔掉 麦太太想来想去啊 这个绿宝宝 虽然很奇怪 但是 他并不坏啊 他只是一个孩子 这些大人 没有必要责怪绿宝宝啊 吵闹声中 麦太太喊道 我劝你 被遗忘的咒语 现在开始展现出 神秘的魔法力量 人们大口地吃着水果 大口地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些好吃的水果 让人们无法停止流口水 漫长的夏天 终于开始了 每天早上 人们都在晨光当中收获 让这些奇异的绿宝宝菜肴 让每一个人都能吃得很饱 但夏天总会过去 属于这个季节的东西 也会逐渐消失 秋天来到了 麦先生麦太太忽然发现 在这个早上 绿宝宝不见了 他去哪了呢 大家都很着急 麦先生说 不知道绿宝宝是怎么想的 他就这样 不打招呼和我们分离了 他给我们留够了过冬的东西 我觉得他并没有真的 他并没有真的 离我们而去 冬天走了 春天又来到了大家的身边 我们仔细倾听 仔细观察 绿宝宝宝却再也没有回来 但我们真的发现了 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不管是树木 还是山川 即使我们真的 把田地变成了铁轨 把山川变成了房屋 绿色也会再次地 回到我们的眼前 所有绿色的植物 其实都是绿宝宝的影子 好了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绿宝宝 那就跟我们一样 珍惜它们吧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